中国农民工拳王汉地拔葱 徒手拎起韩国拳手 随后更是怒砸数十拳 打到韩国拳王抱头鼠窜 我为了梦想 然后19岁从工地建筑工 然后成为一个拳手 再走到国际擂台 这个当中我付出了很多 所以说当初为了训练 我也坚持当过保安 然后送过外卖 然后今天我能站在那儿获胜 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梦想 成为冠军 然后改变自己命运 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要有梦想 为他而坚持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是一场中国农民工拳王 对战韩国顶尖冠军的一场精彩对局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选手 就是韩国的于成勋 那确实是一方睡途养一方人 这个韩国人普遍眼睛都很小 但是做美容把眼睛拉大的另算 那这个小眼睛的于成勋 确实是眼睛缝里看人 把人看扁了 得知我们的中国选手是农民工出身 就完全没当回事 认为自己今天的比赛稳赢了 而且还放出狠话 只要把我们的中国选手 打到亲妈都认不出来 那面对这种嚣张的韩国选手 让我们期待一下 我们中国选手的精彩表现 好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这一场是非常精彩的中韩队局 那现在场上黑色短裤红方选手 就是我们的胡勇 那边蓝方选手红色短裤 就是韩国的于成勋 可以看到现在比赛开始之后 这个韩国的于成勋打的还是很猛 一直是向前压 而且他还嚣张的表示 要把他们胡勇一个回合之内打败 真的是嚣张至极 可以看到现在胡勇开始反击 直接去抱于成勋的大腿 现在两个人打得很胶着 看一下现在胡勇想要去摔倒 好的 现在把于成勋直接是摔倒在地 那目前胡勇处处在一个比较优势的位置 看到现在于成勋在身下强烈的反抗 想要挣脱掉 可以看到胡勇现在是直接把于成勋给举了起来 直接是扛到了场地的另一边 那现在这个于成勋已经被打懵了 完全不知道胡勇现在是什么打法 胡勇想要去摔倒 吾如豪的呼用这一拳 直接是打在了这个余生勋的脸上 这一拳直接是击倒了 连续的再去补拳 现在余生勋被打得屁滚尿流 现在是第一个回合 不得不说咱们胡勇确实打得非常勇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分多钟 可以看到现在两个人打得依旧非常胶着 现在胡勇依旧是不依不饶 这个余生勋现在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了 只能是被动的去挨打 可以看到现在的余生勋已经拉开了这个身位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节奏 现在他会打中的抗原 当胡勇双跳上的抗原 他是破 będ 就是出门的连突 这就是放那个前面 不只努力 敲一下 拄一下 再打 再挖上 挖上 再挖用力 这一种 连出现在补 逃出 又不得到 jestem俊已可行的 Level changes 我 Alors說 change 用是浮 Wu WITHA POTI KICK LANDEDLESS THAN 2T SGO 碧见 那现在时间还剩下一分半 可以看到现在于成勋是把咱们胡勇压倒在了地上 那第一回合的比赛两方选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场地边照进的 那现在可以看到于成勋锁的还是很紧 我看一下胡勇能不能挣脱掉 不过可以看到胡勇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在倒地的时候直接是把住了这个于成勋的胳膊 那不能在这个上位进行进攻 好的现在两个人开始去换拳 我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什么情况 这个于成勋捂着眼睛坐在了地上 那这一拳是打在了他的眼睛上 或者是这个眼眶上 那可以看到于成勋的表情非常痛苦 但是脸上是一点伤都没有 那现在看一下这个比赛还能否继续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挥放 看一下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下应该是咱们胡勇的头 撞在了这个于成勋的眼睛上 或者是眼眶上 那现在比赛继续 这个于成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的现在胡勇再一次连续进攻 那可以看到胡勇的出拳是非常裹的 而且非常迅速的 好的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 那这一回合胡勇是拿到了很大的优势 这个于成勋被打得很惨 被摁在地上打 而且是站在这个场地边也被打 那我们期待一下第二回合胡勇的竞赛表现 好的那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回合 让我们看一下这一回合胡勇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打法 那可以看到这一回合开始之后 这个于成勋依旧是压得很紧 这个于成勋也是不找记性 那在第一回合压得很紧之后 马上就被胡勇反打 那看一下胡勇现在会采取什么样的打法 对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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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下距离 身边的距离 在乎不合格的 这一回合之后 那边他会采取手 这就是 那是什么地方 胡勇会采取手 几秒之后 二次的双远 二次复发的 TEN 二次华会采取手 好的那胡游现在再一次扑倒 现在这个再一次对这个于正勋形成了压制 后可以看到这个反应很快啊 一直在拜这个于正勋的左胳膊右胳膊 那现在这个于正勋被压在这个场地边是动弹不得呀 可以说这个咱们胡勇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 可以看到现在于正勋想要去拿到胡勇的后背 手方依旧是非常胶准呀 两个人这个拿着后背 另一个拿着腿 两个人像蝉麻花一样 我可以看到现在胡勇想要起身 是把于正勋整个人都背了起来 像这个爸爸背儿子一样 这个于正勋带着倒着很舒服啊 那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两分多钟 那这一场双方的这个打法是非常的消耗体力啊 那现在只是把于正勋放倒在了地上 那这个身位被于正勋拿到后背之后 那现在这个胡勇的脖子是被于正勋锁住了 看一下能不能挣脱掉 毕竟这个于正勋的力量还是不小 被锁住了还是很危险的 他能够抵制了尸体力量 但忧伙的仇忍是不顶悲 但仇忍是偏心忍是点肌固 看着... 可以看到这个余生勋是比较害怕和咱们互用战力拼拳 因为咱们互用不仅扛打 这个出拳的速度也很快 这个力道也很重 那现在双方拼拳 余生勋并不占优势 所以说现在看一下忽勇 现在还是不要去进到地面战 看一下能不能战力的和这个余生勋拿到更多的优势 那现在比赛之前还剩下最后的40秒 那双方的这个打法对于双方选手来说都是非常累 那现在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 看一下谁能拿到更多的优势 那这个于双勋现在再次选择老豹 这个近身和地面的缠斗 于双勋还是更占一些优势 好的那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 那这一回合双方打的是势均力敌 谁都没有拿到太多的优势 所以说现在第三回合变得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三回合胡勇的精彩表现 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本场比赛的最终局 那这一场比赛是每回合五分钟 连续15分钟的比赛对于双方军手来说 考验是非常大的 那现在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 是否会把这三个回合的时间都打满 他会把这三个回合的时间都打满 我估计Wu Sung Hoong是贏的招牌 他能够保持背面的位置 增加他的位置 阶级比招牌更好 在这种角度上没有很大领导 这可能是很长的 我不知 乌勇的这一下 胡勇是吃到了一拳 但是看起来问题不大 不过不得不说 双方选手现在这个体力和耐力都是非常的好 已经打了 马上打了三个回合 双方依旧能保持这么猛力的进攻 确实是体力非常好 这场也是胡勇打的一个比较难的一场比赛了 我喜欢学习的你 它是好处理解的 因为这就是什么是在这些阻止的 我说 他们必须得有一个人在这个阻止 知道什么他们说的 对吗 324 我们的前面学学习 他喜欢跟他在家的比赛 人家在家都会失去 那现在时间还剩下最后的三分钟 那可以看到现在胡勇的进攻依旧保持非常猛烈 因为之前胡勇是干过工地送过外卖 而且据说啊 送外卖的时候有电梯不做 偏要爬楼梯来锻炼自己的体力 所以说这个胡勇的耐力是非常强 而且这个抗击打能力也是非常强啊 双方一直在拼拳换拳 那这回合双方没有打地面战 纯粹的就是这个战力的拼拳 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 这回合胡勇能否产生KO 把这个宇宙群给KO掉 他们只会坐在这里 有点击打的击打的击打 在手上一旦一旦的东西 所以他们可以看一看 在尾端的中间 因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阻决 这一场的困难 这一场就会有力量 这一场就会有力量 你会有力量的 这一场就会有力量 我喜欢看更多的 在最终的最终的 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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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 他站在阵阶上 他不是很柔和 他的手术 他会使用 他比较 他比较 最终的 最终的 现在双方连续的换拳 那这场比赛 确实双方选手都是强强对决 强者中的强者 这个体力和耐力 包括这个抗击打的能力 双方选手都是互不相让 现在时间还剩下一分零五秒 但是看这个双方的架势 应该是要把这三个回合全部打满 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三十秒 这场比赛对于收放选手来说 真的打的都是非常的煎熬 那因为这一场双方实力都相差不多 而且都是非常能扛 现在双方还在去连续的进攻 这时候可以看到两个人 其实已经有些累了 看一下是能坚持到最后 双方已经开始庆祝 这个时间马上就结束了 好的那现在比赛是终于结束了 双方也是最后进行了拥抱 那毕竟没有产生KO 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的判决结果 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恭喜忽悠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